经平台会议达成共事的双新自行车道 在历经一年多的工期 总经费达7900多万的预算 将在4月中旬完工通车 双新是新峰到新屋这一段 过去是因为经过河川的关系 所以一直都没有办法直接坐一个桥过来 我想也感谢我们当时的周文燦市长 他是大力的支持 我们经过我们的平台会议上得到他的支持 那总共的经费是7900万元 那我想工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面都提早完成 我们总共这个自行车道可以长达60公里长 所以这个是对桃园新竹县跟新竹市的一个自行车道 的一个延续打通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双新自行车道取名自桃园新武汉新竹新丰而命名 未来新丰丰坑与港段的自行车道也完成后 民众就能从桃园一路衔接到新竹县市 甚至到苗栗县的绿光海峰自行车道 记者万事连采访报道